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我们在对于感觉有可能要发生的一些危险 周波的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词 比如说在走夜路的时候 比如说小孩放学 大人下班晚上过马路 或者走到僻静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提醒这样的家人 提醒孩子说你过马路的时候留个心眼 机灵着点周围都看着点 然后对于比如说太太下夜班 晚上走到人比较少了路上 然后你可能也会提醒说你回家的路上 机灵着点多看着点 留意着点周围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在英文里头呢就有一个形容词专门描写这个 叫Vigilant V-I-G-I-L-A-N-T Vigilant 这个词呢就是非常准确的 来表达这个说是说警惕着点 机灵着点啊多个心眼啊 这个注意着点啊 留个心眼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词呢在我们就跟他说了 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啊 造句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方法造句 就刚才说的 on your way home be vigilant 在你回家的路上啊 小留个警惕着点 机灵着点啊 周围多看着点 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也可以说 我呢是经常的就是总是 在过马路的时候都是 非常的留意啊 就是I'm always vigilant when I cross the street 就是说我在过马路的时候 我总是非常的这个 留意周围的这种情况 看个就是预防有这种危险啊 发生啊 就这个vigilant 其他的造句呢就有很多了 因为这是个形容词 你就可以说是be vigilant 留意着点 she should be vigilant when she walks home at night 就是说在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啊 应该啊 留意着点 应该警惕着点啊 就这个意思啊 vigilant vigilant v-i-g-i-l-a-n-t 啊 这么一个形容词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掌握这个词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交流的时候 能够把它用出来 因为我这个节目呢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 英语这个分享栏目 不是对于那些就是 教初级学英语的人怎么学说英语 句法呀 语法呀 这种I am going to I did something 这个就是说什么过去 不是教这种基础的 我的这个目的呢 其实做这个栏目呢 就像我一开始一直说的 一是提醒我自己 就是我碰到的一个词啊 我觉得非常对我的英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很有帮助的时候 我就把它记下来 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对于哪些人非常有用呢 这个词呢 就是对于那个英语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 就是说到关键时候 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 哎 突然就找不着一个非常合适的词 来表达自己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啊 一些这样的词 那么你就会非常流利的 准确的表达自己 跟周围的人来进行交流 也就是说 对于那些英语程度 已经其实很好了 但是呢 就是到关键时候 某一个词想表达的时候 找不到非常合适的词 那么我这个栏目呢 实际上是为这样的朋友们 来准备的 就像我说的 同时也是为我自己 是一个这个提醒 就是也帮助我自己记忆 记住啊 这些比较有用的这些词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做这个栏目的这个目的 希望大家对大家呢 能有一些的帮助 好的 这次这个词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